中間路線的連鎖店美式漢堡包 主要有Burger King、Shake Shack和Five Guys 如果用最便宜的單點漢堡包來計算是Five Guys最貴 那為何還有這麼多人光顧呢? I just enjoy their taste I prefer it over Shake Shack I think it's the best burger in Hong Kong 未試過,出名了 所以未試過 看為何賣得這麼貴還會有人買呢? 煮得OK 還有配料多 麥當勞沒有 那就是過來Five Guys吃 麵包好吃 還有一些材料比較多 薯料炸得好吃 你覺得一個好的Burger 你會給我一次去吃嗎? 只麵包應該100元左右都可以 如果我們有另一間的介紹 叫康布的 那價錢差不多 都想看你們有沒有興趣 跟我們一起去試試 都可以的 今次調查局就選了 跟Five Guys同區的康布來迎戰 康布就是今年曾經獲得 在Bloomberg舉辦的全球最佳漢堡選舉 唯一上榜的香港代表 如果同樣都是以芝士漢堡包價錢來計算 康布就給Five Guys貴3元了 試食員Mike和Bobby原來是漢堡包的粉絲 他們每個星期就平均吃一次Burger 我們由灣仔Five Guys出發 走五分鐘左右就會到達康布 Five Guys吃了一份普通的薯條 加上芝士Burger 還補充了幾杯汽水 都吃得完這裏的Burger 這裏是挺好吃的 吃得出是 麵包比較脆 因為河無麵包其實就很忌諱 就是麵包濕 Five Guys是浸了麵包 雖然配料和醬汁的味道 沒有回到五個花粉 但是牛肉的牛味好像像吃下方的牛 整體上有漢堡包的感覺就是很順悉 細微一點的位置就是麵包 按過不會浸浪 價錢和分量 我覺得這間好些 單買可能貴幾元這麼多 你整套計算 我肯定不用給二百多元 百多元加點 但Five Guys就貴一點 但味道相對 可能只靠醬汁來捧起Burger 我覺得蓋上了味道 至於分量方面 Five Guys的漢堡就有十五種配料選 無論是漢堡包還是薯條重量方面 都拋離了漢堡 我們還找來專業評判 在美國L.A.長大的西柱 他從小吃Five Guys吃到大 我們就找來Five Guys和Hombo給他盲測 他一吃就吃得出Five Guys 這個味道很大 一咬下去就是那個味道 你看我吃一口我可以了 我可以放下了 但一定是一口 馬上去當我咬一口 其實也是那個味道 但他的肉更好 Ketchup和Musser一樣 這是他們在Burger 有所有食物 你看人家裡有多少食物 這個好吃 吃下去不會像無機打出來 有口感 牛肉是從美國入口來香港 牛肉是我們每天早上 先攪碎和初波 我們會用牛肩和牛腩這個部分 去做肉球 我們是不會加任何調味劑 或者是添加劑 到要煎的時候 我們的Signature 那個Hombo 我們會壓扁一點 這樣我們會多點crush 吃下去會脆口一點 這個冰層的事情不同 好像你說 為何它這樣淋了 這個都還好挺 那一定有些功夫在裡面 我們這個包就是用薯粉做的 大概25%都是薯粉 為何會用薯粉 就是因為想比較貼近美式 傳統的漢武包 我希望它會放蕃茄 因為如果它放到厚的蕃茄 加上那個juice 這件事可以貴25元 我們配料大概有五、六款 我們的配料已經是最配合這個包 所以我們也不會再壓外加蕃茄 那些 蕃茄很容易煮濕 那麽就變得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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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吃 還有第二件事就是 因為我們的老闆很討厭蕃茄 雖然單點漢武包 Hombo就比Five Guys貴3元 但是如果以套餐來計算的話 因為Five Guys需要另外再叫薯條和汽水 那就會比Hombo的套餐還要貴32元 雖然Five Guys的份量就比Hombo多 但Hombo的質素就明顯高些了 舖餐價錢又便宜 抵食指數都有3分